就在北京时间昨晚,菲尼克斯太阳队与密尔沃及熊陆队完成了一笔交易,他们将球队的主力空位埃里克·布莱德索交易到了熊陆队,从熊陆队换来了格雷格·梅罗一枚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以及一枚受保护的次轮选秀权。 太阳队今年夏天一直在试图交易布莱德索,但最终也没有一个结果,开赛阶段太阳队一度牵后遭遇48分和42分的惨败,球队的主帅沃特森也被炒了由于整个球队处在一片阴霾之中。 布莱德索在修在齐接受采访时还说着,会不会被交易,我说了不算,结果经过开赛的连败之后,布莱德索便在推特上写道,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 布莱德索的做法惹怒了太阳管理层,恰好,熊陆队也已经将格雷格·梅罗摆上货架已久,梅罗因伤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,于是便催生出了之后的这笔交易。 值得一提的是,太阳队并没有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任何一个空位来代替布莱德索。 很显然,太阳队已经将希望寄托在了一年级的麦克·詹姆斯和二年级的泰勒尤利斯身上,尤其是麦克·詹姆斯。 本文完整内容请关注新浪NBA公众号。